大家好,我是成品绿苍马叔 这个梅雨季节真让人心烦 看看我的多肉植物 原本鲜艳的颜色都退去了 整天是打打的,真是让人心疼 曾经,它们是多么健康漂亮啊 相信很多多肉植物爱好者 都和我有同样的烦恼 梅雨季节的持续潮湿 让我们的植物受了不少罪 一片变软,根部腐烂,颜色退去 这些都是梅雨季常见的问题 那么,我们该如何拯救这些可爱的多肉植物呢?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几个简单实用的技巧 让你的多肉植物在梅雨季节依然生机勃勃 第一步,增加通风 保持空气流通是防止湿气机具的关键 你可以在植物附近放一个小电风扇 帮助干燥环境 第二步,控制浇水 梅雨季本来就湿气重 尽量减少浇水频率 用手指轻轻插入土壤 感觉到干燥才浇水 第三步,使用排水量好的土壤 选择透水性好的土壤 比如混合一些沙子和颗粒状的材料 能有效避免水分长时间滞留 第四步,防止积水 可以在花盆底部放一些石子 提高排水效果 让多余的水分更快排出 最后,如果可能的话 可以将多肉植物暂时搬到干燥的室内 当天气好转,再一回户外 看看这些多肉植物 现在它们的颜色恢复了 一片也变得更加饱满 只要我们用心照顾 多肉植物也能在梅雨季节生机勃勃 希望这些小技巧能帮到大家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问题 不妨试试这些方法 只要我们用心去爱护 它们一定会回报我们最美的姿态 记得点赞,关注和分享 让更多人知道如何在梅雨季节 照顾好它们的多肉植物 我们下期再见 关注我,获取更多多肉植物养护技巧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者有自己的养护小技巧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交流探讨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